嗨 各位 中秋節剛過 你們有烤肉嗎 我這次烤肉的時候帶了柚子 然後那柚子是我買了一兩週 我其實也不是故意放的 就用剖開來吃的時候超甜 然後我們上網才 他才說柚子本來就是要像我這樣子 讓它變得黃黃皺皺的 那個樣子的柚子剖開吃是最甜最好吃的 它的名詞叫磁水 然後柚子好像從8月底9月就開始 一直到11月 所以呢 我今天要來做一點特別的事情 我不要剖新鮮柚子什麼介紹柚子 沒有 我們今天要來吃各式的柚子甜點 OK 我們先來吃這個 朗福法式甜點柚子黑烏龍乳酪蛋糕 好香喔 它這裡面是日本的柚子酒和黑烏龍炭培 加上澳洲乳酪製作的 來試試看 好 拿去旁邊 啊 好吃 好吃 好吃是不是 但你不行耶 OK 我就不切了 我要直接吃了 整塊都是我的 好香喔 哇 好香喔 哇 這個也看電視吃耶 喔 但是要配茶 喔 它的柚子好香喔 真的是日本的柚子香氣的那一種 日本柚子跟台灣的各類品種的 不管是蚊蛋啊或是白柚 是不一樣的 小巧克的那一種 然後皮是黃色的 很香 真的是日本的那種柚子香味 然後它這個蛋糕上面有 金箔片和巧克力片的裝飾 欸 哈雞 好油 它的乳酪含量達到60%以上 所以吃起來口感很像冰淇淋 所以你從冰箱拿出來馬上吃 我覺得它可以取代冰淇淋蛋糕 就是你今天想要換個口味 可以試試看這個 來 下一位 哇 這個很漂亮耶 這個是貝里福甜點工作室的 三茶花柚香檸檬糖 哇 好香喔 下面的餅皮啊 是法式手感的那種甜的餅皮 然後上面是那個蛋白奶霜 然後中間有柚子醬 你看 這樣子 很可愛耶 你要是在家吃下午茶 你就可以這樣 放一個可愛的小盤裡面 好 配茶 很Q欸 咬一口看看 嗯 那上面真的是蛋白奶霜欸 好好吃喔 而且它裡面有 我們屏東的新鮮檸檬 然後它的糖跟蛋糕粉 是日本的 就可以 美觀又好吃 它是不是上面還有筋骨 有嗎 喔 真的欸 真的很漂亮欸 這可以拿來跟朋友見面的時候 送一個小禮物就送這個 蠻高雅的 OK 下一個 這個 花磚甜點 是柚子抹茶綜合可麗露煮 是期間限定的 它現在有柚子口味 還蠻美的 它裡面呢 有檸檬的巧克力的 芋頭的柚子 抹茶花生草莓焦糖跟 我還少了誰 喔 還有地瓜 好 我現在選兩個吃好了 好不好 這兩個 好可愛喔 這樣擺 其實抹茶也很好試試看 我選了它這一次的 期間限定的柚子口味 跟草莓 草莓的看起來也好可愛喔 它上面是脆的欸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嗎 嗯 它真的是柚子抹茶口味欸 這個好吃欸 它是這樣 裡面是抹茶的 然後上面柚子 然後我覺得兩個口味 是可以融合的 因為抹茶是有一點 苦味的那個香氣嘛 然後再加上柚子的那個甜味 我覺得蠻搭的 這個好吃 好 我要來吃草莓的 很香欸 他們家好像用巧克力跟鮮奶油 混合起來做的蛋糕這個部分 然後上面就點綴它的口味 剛剛這個是柚子醬 上面就是草莓醬 OK 一輪吃吃看 欸它是有內餡的欸 這樣 來 哇它有內餡欸 泡開的感覺 好吃嗎 還行啦我覺得 OKOK 我覺得它的柚子的醬 弄得蠻好的 嗯對蠻香的我剛剛覺得 然後就是蠻搭它那個抹茶味的 整合這樣子 九個口味 真的蠻美的 就是你如果好姊妹 聚在一起啊 或者是 送給女朋友 打開 應該蠻開心的 OK 下一位 下一位也沒有你的好嗎 再來是 這個 富山聚落的柚子可頌卷 然後我們多買了一個口味 這個也是野莓的 好期待喔 因為我很愛吃可頌 好Q喔 喔 它有內餡 好香喔裡面 柚子奶油那種 還不錯欸 它內餡是這樣子 重點是它這個卷的是千層的 口感蠻好 野莓的 這樣子 它裡面有莓果的奶油 很像那種紅豆餅的餡 只是它裡面是 鹽莓奶油 然後外面是可頌 這樣 它的特色就是這個千層可頌 然後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奶油醬這樣子 富山聚落的 我覺得很適合當早餐 你就一個牛奶 然後買一個這個 而且它剛剛那個包裝 你就帶著走 然後上班時候才可以吃 或是途中才可以吃 我覺得蠻不錯的 接下來是這個 陽光果果的光芒柚子酥 喔 它好精緻 裡面有五個這樣子的 蠻可愛的耶 好像鳳梨酥喔 只是它是柚子酥 它的內餡是紋膽 然後再加一點柚子的細碎的皮 這都是台灣的在地幼農栽種的柚子 你們如果吃鳳梨酥吃 你也可以吃吃看這個 換個口味的感覺 側面是這樣子 因為怕甜的人 這個可以 這個 那麼好吃 柚子重抹茶白巧餅乾 包裝好可愛 它有個臉 就是這個臉 看不出來是阿姨嘛 一個 一個姊姊的臉 對對對 怎麼可以叫阿姨呢 一個姊姊的臉 這樣子 好 吃 嗯 又香香的 它是用日本的宇治 晚酒 小三元的抹茶 然後裡面還有白巧克力 加上日本的柚子細粒在裡面 清香感的 一個下午茶 小甜品 我稍微有點餓啊 我差一毛吃這種 這個喜歡吃抹茶的人可以試試看 它很日本風味 一點點京都感的東西 是不是 OK 以上就是 六種柚子甜品的品項 我們今天其實有吃 台灣柚子做的甜品 跟日本柚子做的甜品 然後其實在國外呢 柚子這種東西 可能會做成果醬啊 或是柚子茶 或是柚子胡椒 那台灣呢 就是柚子鹽 或是柚子啤酒 有喝過嗎各位 但是呢 台灣人最喜歡直接把新鮮的柚子打開吃 因為台灣的柚子真的是太好吃了 而且吃新鮮的 可以直接吃到它的新鮮風味這樣子 我也是喜歡直接剖柚子來吃的那一種 但是今天的甜品都很不錯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那個三茶花的 我真的覺得它長得太美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六種柚子甜品